云量还是相当稀少 而今年的第三号台风凯米 目前是在台湾的东南方 大概69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目前是一个轻度的台风 那这个台风呢 未来呢会逐渐的往北北西的方向前进 逐渐接近台湾东南方的海面 而西北太平洋上目前还有第四号台风巴比伦 目前是在比较接近台湾西南边 在海南岛这个位置 后续会逐渐的进入华南沿南 因此在未来一个礼拜 以台湾的天气来说 请大家多多关注的是在东南方的凯米台风了 而从最新的台风的路径预测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在这个位置 那目前的话台风 目前还是在旅宋岛的东南方海面 那未来一天的话 台风会以北北西的方向 逐渐的往台湾东南方海面前进 而到了23号之后 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导引 这个台风会逐渐的方向 会由北北西 逐渐转为偏向于西北的方向 朝台湾北部近海来前进 那以最新的路径上面来说 又稍微的往台湾的陆地这边修正了一些些 因此我们预计它可能是在 24号深夜到25号上半天这一段时间 中心会相当接近台湾北部的海岸线 那不排除当中可能有登陆的机会 不过以目前的预测潜事的预报上来看 路径上还稍微有一些些不确定性 因此它有可能会比较接近台湾陆地一些 但也有可能稍微远离台湾陆地一些 不过依照目前的路径上来看的话 在礼拜三礼拜四 僵尸会对台湾本岛天气影响最大的时候 而礼拜四到礼拜五随着台风进入台湾海峡北部 也有可能会对马祖的天气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 那今天因为台风离台湾还是相当的远 所以主要各地都是典型夏季的天气形态 那从降雨的预测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白天基本上都还是各地都是多云稻晴 那有些地方会有午后雷震雨出现 今天午后雷震雨主要会集中在西半部山区 以及在南部的平地 还是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 那这样子的降雨到了今天入夜之后 会有明显的缓和下来 而明天开始台风外温环流逐渐的影响到我们 因此在迎风面开始会有一些零星的雨势 雨势的话在明天是越晚会越来越明显的 我们从 那另外在今天的话是温度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今天其实各地天气大部分都还不错 西半部的高温有机会来到36 37度 东半部也大概在33到35度左右 离岛的部分的话尤其在金门也是会有36度的高温 我们持续针对部分的线市发布高温资讯 今天在外活动还是要留意防晒 多补充水分的情形 而至于未来的天气呢则跟这个台风的动向有相当大的关系 明天会是一个台风逐渐往东南部海面接近的过程 在外温环流的影响底下北部跟东半部会开始有些降雨 那甚至在东北角迎风面这边雨势上呢 越晚会是比较越来越明显的状态 另外在中南部的部分则还是维持典型夏季的天气形态 白天比较炎热 中午过后还是会有些午后的热对流发展起来 那当中也可能会造成一些较大的雨势 随着台风逐步的靠近 我们预计明天沿海的风跟浪就会逐渐的增强了 而到了礼拜三礼拜四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台风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台风逐渐靠近 首先是在北部跟东半部 尤其宜兰跟花莲 风雨会逐渐的增强在礼拜三这一段时间 下半天开始随着台风更加的接近 包括了在中南部的风雨也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 到了礼拜四台风还是在台湾附近 我们可以看到西半部的雨势跟风力还是相当的大 依照目前的路径来看 这个台风对于中部以北 宜兰以及马祖的冲击是最大的 但是对于南部跟澎湖也是可能会有些 强风以及好雨出现的状况 不过整个风雨最大的区域呢 其实还跟台风它的路径有实际的关系 那请大家要特别留意我们预报上面的最新资讯 来追踪整个风雨可能比较大的位置 预报上面的改变 我们预计到礼拜五之后台风会进入中国 那逐渐的北上远离 但是因为后续还是有非常多的难来的水气的影响 因此中部跟南部还是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好雨发生 那一直要到之后整体的降雨才会逐步的趋缓 另外在这一天因为马祖离台风还是比较接近 所以上半天的时候风雨还是比较大的 这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最后是今天跟明天浪的部分 那么台米台风不管会不会登陆 周三周四都是对台湾影响最大的时候 提醒您一定要先做好防台的工作 尤其气象署可能最快深夜就会发布海上警报了 也因此东流线连营处也公告 因应台米台风周三周四全天是停止的 那么周五也会是状况再来决定是否航运 好还有这个现场消息还要来关心北台湾 可以说是首当其冲 今天已经开始防台准备台北市在修剪行道数了 来先给记者张允熙 允熙 没错今天北市的公务局 是选择这个东门国小旁的这个行道数 来修剪告诉大家说 其实北市呢一直都有在做这个修剪数目 也是为了防台做准备 事实上北市有提到 包括像是这个路边的行道数啊 公园啊广场的这些数目啊 他们都有做一些定时的修剪维护 因为除了这个比较残枝啊 可能会掉下来以外呢 以往也曾经发生说 这个可能树啊 它的这个树根抓不稳啊 或是这个树已经生病了 导致说台风的长风好雨啊 这个树木就倒下来 运气不好啊 甚至会压到这个路过的车辆或是骑士 所以呢北市也是告诉大家说 他们陆陆续续都有安排 做这个防台的准备 请大家不要担心 另外可以提醒民众哦 包括说为了台风之来啊 我们可以先准备像是屋顶啊 排水沟啊 看一下会不会造成淹水 另外像是门窗要修剪啊 而工地的话 像是工地的围里 其实都要做好准备哦 要劳固 另外也建议大家说 现在趁着无风无雨的时候 可以去准备一下 如果真的台风风强雨 最后待在家里的话 需要的一些食物啊 或者是一些准备 来做好防灾的音域 主播 今天呢 很抱歉哦 因为台风要来袭了 所以呢 美好世界啊 这个礼拜大概呢 也要暂停了 先跟这个所有啊 这个喜欢啊 我们这个美好世界的观众朋友们 先告知一下 好啦 这外头这里是哪里呢 东海岸 现在呢 你看看太阳啊 也出来了 我们赶快展开 今天的开始吧 来 7月22号 礼拜一 今天也是大暑啦 可是大暑台风要来了 所以呢 我们赶紧啊 来看看台米 它最新的动态 你可以看到台米 现在其实啊 是一个轻度台风啊 那么呢 目前距离台湾 差不多七百三十公里的海面上 那么持续的往北 接下来还会往西北 以中央气象鼠的这条路径 真的离台湾 非常的靠近 所以呢 现在来看的话呢 礼拜三到礼拜四 是距离台湾最近 风雨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礼拜五其实呢 它就要远离 然后就要去大陆了 所以呢 就如曾刚刚所说的 其实呢 差不多今天深夜 海景就要发布了 明天傍晚 陆景也要跟着发布了 那么世界各国的看法 是不是都一样呢 来 我们来看看呢 世界各国的路径预测来说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其实大致上啊 趋势是没有变的 可是呢 还有那么一点 没有说完全的一致 最主要呢 那就是呢 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弱 那么呢 会影响接下来 凯米的一个路线 到底是偏西一点 还是偏东一点 尤其它在转西北的时候啊 其实呢 那个角度变化 就非常的关键 所以呢 对于台湾的影响程度 后续 我们还要来做观察 当然了 就今天的天气上来说 已经要开始受到 凯米台风 它外围沉降的影响了 所以我们也赶紧 先从目前温度啦 带大家愉快地掌握 那么现在外头 各地的天气状况 还有温度如何 现在这个时候 你还感觉不到台风啊 要来袭 因为呢 温度上也都还算正常哦 你可以看到台北 伊克登二十九度 台中二十七度 再往南走 南部的高厢二十五度 东部的花莲呢 现在二十七 整个离岛天气 天气也都很稳定 对不对 马祖金门二十七 澎湖二十九度 那我们就从 卫星云图登中啊 要带您一块来看看了 首先来看看 这两个台风 你可以看到 凯米台风的范围啊 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呢 事实上它现在 整个结构 还没有到很好 因为它还在整合 反而呢 比较有形的啊 是这个巴比伦台风 可是呢 因为啊 它已经登陆到海南 而且呢 很快它也会减弱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看看 这个范围很大的 这一只蚂蚁 蚂蚁不是应该很小吗 结果这一只蚂蚁很大耶 范围很大 所以呢 未来啊 它的风跟雨 对于台湾的威胁来说 我跟大家讲都不容小觑 所以呢 从地面天气图呢 我们要提醒 因为现在距离台湾 差不多七百多公里啊 所以今天呢 在沿海来说的话 开始会有长浪出现 尤其明天的长浪 还会更加明显 另外今天来说的话 还会有外围沉降性的高温 所以今天的温度上来说 会非常的炙热 我们来看看哦 这个礼拜来说 因为受到凯米台风的影响 那么雨区的变化又是如何 你可以看到呢 今天来说的话呢 最主要就是呢 在山区 还有呢 降雨的热区 会是呢 在南部地区 北部地区 今天其实呢 有这个沉降的影响 不太下什么午后雨 可是呢 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一段时间 就今天晚上到明天 开始外围环流的水汽 就要进来了 所以呢 东北部这边会先有雨 明天你可以看到 台风外围的影响 哎 开始了 整个东北部 你看已经呢 开始转红了 局部性已经会有大雨 甚至也不排除 会有一些局部性的 好雨出现 那么中南部来说的话 都是以午后降雨为主 温度上今天北部 甚至上看 37度或以上的高温 那么明天来看的话呢 则是温度还是有沉降性高温 礼拜三跟礼拜四 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 最主要首当其冲的是在北部 还有呢 在这个东北部地区 要注意了 不排除会有好雨的等级出现 中南部来说的话 则是在礼拜四 因为呢 台风过了这个台湾的这个 北部海域之后 那么整个呢 西风这样整个西风下来 西半部地区也都不排除 会有大雨到豪雨等级的雨量 到了礼拜五 台风逐渐的远离 当然咯 东半部的雨会先缓 但是呢 这个中南部 这个雨还是会断断续续的 持续下去 那么北部跟东半部的雨 在礼拜五就会逐渐的缓下来了 所以看起来这个礼拜来说 大家无论如何要多注意 最后熟悉哦 要提醒大家咯 几今天来说啊 今天到明天 一定赶快趁空档 做好防台的准备 那么今天呢 有沉降性的高温啊 所以大家呢 外出的时候 也要多注意防晒 多补充水分 时间交给一真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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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